My friend, how are you? 诶,我今天告诉你什么? 这就是鞋子 为什么?鞋子我们很难 不可以失水 失水了之后 这都很容易烂掉的 所以我想到的方法 这种就是 润头发的 或者润腹构也可以 过期啦 不可能吗?新的很贵的 哈哈,过期啦 对鞋子来说没问题 怎么用呢? 我们就首先 把润腹构 因为你用水 怕它弄死了 就弄到你们 怕它的鞋子烂掉 所以我就教你们 怎么用润腹构 洗那个鞋子 因为用润腹构 洗鞋子之后 它就 不怕它 好像我们 放在这里 弄掉了 大概等五分钟 或者十分钟 然后 把它擦 擦出 其他的油 慢慢 滲透到 那些鞋子里面 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 因为有点时间 其他滲透一山 就比较用 拆出鞋子 鞋子 因为鞋子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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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了 之后 我们就很麻烦了 然后 我们 比如说 我不可以等这么久了 大概 你等大概 十分钟 那 等十分钟之后 那你首先 准备一个铁丝茶 铁丝的茶 还有一个 这个是银子 梳毛梳 然后呢 大力 梳梳梳梳 因为我不方便 因为 好了好了 我做给你们看看 哈哈 我也是 本年吃了 太大力 用铁铁铁铁 梳梳 那用这个呢 主要呢 这个就是 使它的表面 哇 我对你说 使出来真的很清洁 因为你用水 就不方便了 用水 怕它 弄掉的鞋子 慢慢梳 然后这个 梳梳梳 梳梳梳梳 嗯 今次我的时间 我不想浪费你们的时间 所以我呢 已经准备了 买衣裳 我跟说 尤其是你的鞋 比较 有种 放你很久了 有一种 放掉就出来了 嗯 有个好好的方法 我曾经试过 因为那个鞋子 放你很久了 它大是那种 可能是细菌 已经弄得很难 弄得很清洁 有种白白也是不美观 我教你一个很好的方法 你看一下 刚才是不是没很多呢 这种油没关系的 你可以有时间拆掉也可以 只不过我的时间很宝贵 你的时间也很宝贵 所以我想不浪费你们的时间 这样弄出来 用东西挑出来就可以了 拆出来很干净 你看我脱沙子 我不用浪费很多时间 要用多一点 它更漂亮更干净 这样 我然后呢 如果真的觉得它的白色 很有存在的时候 没关系 我教你另外的方法就是 这种就是橄榄油 用橄榄油慢慢拆 拆了之后 整个鞋子边 因为这里很重要 你都看不到 这里很白 你根本上弄不到 因为它有一种油 令它有一种油 然后完全其他一种光 一种亮 在里面 我怕弄到很多油 所以就变成了一碗布 我拆这个鞋子 诶 我对你说 我试过 也没有怎么收 你怎么带 我想到的方法就是用一个 这个就是橄榄油 它就变了 没关系 这个袋 很变了 然后 然后 将这个鞋子刚刚放到油 完全放到油 因为 你用这个方法 放到很快 也是放的 油一定是放的 用这个刀 这样固住一边 放一两天 后来将它的油 拆进去 拆进去 它就好味了 所以你试下 这个方法放一边 一两天 这个鞋子最重要 我们这里 不要给它摆摆 所以 我也有发明了这个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鞋子 不可以撕水的 一撕水了之后 洗个鞋子 你觉得很简单 其实不好的 因为伤害这里 很容易拖出来 所以我们尽量 鞋子是不可以用到水的 因为我们不可以 都不动拿去 公司店都洗鞋子 也是 也是蛮贵 很多钱的 所以我用这个方法 Number one 我教你 还有这个 我也示范给你看一下 没关系 如果有时间 你可以看久一点 对不对 那麦掉一点点 就只好 拿个刷刷 索索索索 索索索 索索索 折成它 然后呢 这个东西就是太园面的 好像里 你试一下 这里就很简单 哇 好公平 帮你们 帮你们 哈哈哈 拜拜 嗯 好的 请订阅 拜拜 拜拜